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具列我们先点选绘图笔刷工具 我们先简单的绘制出跟翅膀 记得要绘制出一些简单的形状哦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先将笔画跟颜色都先填进去 笔画的部分呢我先点选蓝色 甜色部分呢我先使用漸层 我先更改漸层的方向 那里面这比较深的部分呢我们回到漸层 这个小视窗 那如果你没有这小视窗的话 记得将滑鼠点到上面的视窗 键层 就会出现这个小视窗哦 那这里同学可以看到 我们在滑杆黑色的地方呢点选两下 它就会出现这个小视窗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可以点选上面的下拉选单 我们在这里呢先点选RGB 我选择蓝色 调整完毕以后呢我们可以先将物件往下拉一点 那在这里各位同学羽毛的角度呢 比起这样平行的感觉我更喜欢接近垂直的效果 点选上方的效果 选择扭曲与变形 变形 点选下去以后呢可以看到这个视窗 上面有缩放 移动 旋转 选项 那在副本可以先输入领要的数字 在这里呢我副本我先点选6 可以根据你想要复制的数量呢去填写哦 副本的旁边呢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节点 等一下呢我会分别以不同节点来进行复制 那我现在呢左下角开始 当你的滑鼠点选左下角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就会反黑 预设部分先打开 同学可以看到旋转的部分滑鼠来点选 用拖移的方式呢旁边的数值会改变 你放开滑鼠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了 可以先看你想要的角度的方向 那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这个角度看起来更像翅膀一点 在移动的地方呢水平跟垂直也可以试着玩玩看哦 下面拉杆呢都可以进行左右移动 在调整的时候呢旋转的地方以及下面节点部分都可以试着点点看 哪个节点复制的方向呢是你最想要的翅膀效果 那我现在试着左上方 可以看到你角度的移动不同的时候哦 它复制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那目前这个感觉是最接近我觉得最像翅膀 那我按下确定 那这样子呢就可以简单的完成一个翅膀的效果 那接下来呢如果你想要更改后面的物件要怎么修改呢 因为今天当你点选物件的时候 它只会选择上面这一个 下面副本里复制的物件它并不会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更改上面的物件 下面的物件颜色会跟着你一起修改 那我们先还原 如果我想要让下面的物件可以进行单一的修改的话呢 一样是点选物件以后 我们将滑鼠点到上面的物件 选择扩充外观 点下去以后就可以看到 下面的物件开始出现节点了 这时候按下滑鼠右键 点选解散群组 按下空白出来节点消失 这时候我可以单一的点选物件 来进行颜色修正 那这时候呢我选择白色箭头 我来选择物件里面建成的区块 填色部分是建成的 接下来呢我要更改它的颜色一样 在滑感的地方 蓝色部分点选两下 我们来修改颜色 这样子就可以单一的去做局部的调整 这样就完成了哦 那我们再复习次 使用笔刷工具 我们简单的绘制出个羽毛 点选物件以后呢 效果 扭曲与变形 变形 记得浴室要打开 副本可以填写你要的数字 角度呢也可以进行调整 因为我这物件下面 并没有使用填色 所以它的笔划会互相重叠到 那我先按取消 填色部分可以填入你要的颜色 我在这里呢先填入白色 一样回到扭曲变形 变形 这时候呢复制的位置 我从左边的中间开始 来进行旋转的复制 这一次我来进行 缩放的水平跟垂直 可以看到你点选不一样的数值的时候 它物件的形状跟大小也跟着改变 我觉得这样子羽毛效果还蛮喜欢的 我按下确定 扩充外观 这样子呢羽毛的部分 就可以进行单一的修正 我在这里羽毛的颜色呢 我填入灰色 那今天呢简单分享就到这里哦 希望这个快速教大家 绘制翅膀的方法 你们都有学起来 那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 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